东海小龙女来到人间 因为眼睛长得奇特 却被当成怪物 为了爱情自挖双眼 差点丧命在人类手里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个 小龙女失去双眼 涅槃城小白龙的故事 话说呀 东海龙王有一女名曰龙珠 其心性善良 美丽痴情 每当人间干旱之时 她便会来的人间 自认万物 给百姓带来语录 最近 东阳城由于妖怪作祟 加上干旱无语 已经名不聊生 要说这妖怪 极其凶残 专门在夜里 挖妙女少女的眼睛为时 手段极其凶残 捕快海生 追踪多日 好不容易抓到 作案的妖女 哪知道 又被她在龙王庙 给逃脱 海生也只看见 妖女有着一双 红色的眼睛 阿猪奉龙王之命 拿到东阳城 到的龙王庙 还不忘调皮的嘲笑 龙王脑爹的雕像 太丑了 这刚出龙王庙 就遇到了埋伏的海生 阿猪假装晕倒 被海生大哭在家里 这可高兴坏了老妈 这水灵的姿色 怕是人间也少有呀 这面红眼妖 被龙王庙的老鼠妖 借了之后 打听到小龙女的眼睛 或具东海灵气 要是能吃上一颗 那可是功力被增 这两货寻思着 就要去谋害小龙女 红眼女假装刺客 偷袭长生 这一下不得不逼着阿猪 动用法力 阿猪拿出龙珠 施法降妖 这红眼女 不是对手 只能撒鸭子逃命 其实呀 红眼女是故意让阿猪 用龙珠叫海生 建筑的龙珠 阿猪并没有了龙珠的庇护 夜里 哥哥奥饼 催促阿猪 明日便是下雨及时 千万别暴露身份 阿猪虽然漂亮 但是每当乌云密布 降雨的时候 眼睛那就会变成红色 阿猪本想找个偏僻的小胡 施展下雨 震到乌云密布的时候 却被丫鬟 看到了红眼状态的阿猪 咱们知道 这下雨一下 接下几个小时 阿猪一直要施法 雨才会一直的下 海生为过门的媳妇 白莲花 跪着拿走了阿猪的面纱 而且要举报给仙太爷 海生前几日 借回来的陌生女 就是妖女 海生也是百可莫变 没办法 海生只能把阿猪 抓到县衙门 以证自己的清白 明明是做好事 百姓连的雨 便不认人 阿猪只能动用龙珠的禁止术 先去东海找哥哥 帮助自己 消除红眼 哥哥是一万个不理解 为了一个凡人 何必自伤自己的眼睛 阿猪沉默不语 只是自言自语 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哥哥也只能自叹 罢了罢了 下一秒 先他爷阿猪 解开面纱 阿猪早已经自毁双眼 把眼珠子变成了黑色 长生只顾着高兴 完全不知道阿猪的牺牲 这可是把白莲花 提坏了 广报邀请 可涉涉处罚的 他在婚姻女的蛊惑之下 更加是怀恨阿猪 当天还生家里 变女孩被挖了双眼 而且还好巧不巧 被海参老妈撞到 凶手故意穿着阿猪的衣服 阿猪赶得见老夫人 等着海参 嫁给他帮忙 这一下是掉进黄河的 喜不清呢 天上乌云密布 又要下雨 阿猪的眼睛再次变成红色 阿猪急地解释 也是越解释越乱 阿猪是妖女的身份被坐实 海参也相信老妈的一面之词 不相信阿猪 阿猪内心 那是伤心呀 被关到监狱之后 阿猪傻傻的幻想 海参一定会来救他 哥哥实在是看不下去 也陪着阿猪 说立马可以带他走 可阿猪眼巴巴地认为 海参一定会来救他的 这边红眼女扮成巫师 说老夫人 只要吃了红眼珠子 才能治好 受尽闹下的病 没老子的海参 眼一红 就重去了地牢 阿猪终于等到了海参 可等来的 不是救他 而是要挖他的眼珠子 任凭阿猪 怎么解释 那都是没用的 还被一顿教训 遇到如此 没老的男人 阿猪再次 心如刀割 好吧 要我的眼珠子是吧 那就现在给你 阿猪在海参面前 自挖双目 将眼珠子 扔到地上 狠狠地说了一句 你滚了 可没有了眼珠子 阿猪和世民的凡人 完全没有区别 海参将眼珠子 给红眼女做药 红眼女转手 就要献给了树腰 为了平息吃瓜群中的恐慌 先他也准备 将阿猪放在笼子里 丢到海里淹死 无情的海参 只顾着老母亲 看了不去看一眼 老妈醒来之后 说起自己 也没看清凶手的面目 现在杀掉阿猪 实在是太过草率 可阿猪在吃瓜群中的欢呼中 还是被丢在了河水里 但是人类根本不知道 龙天生就要生活在水里 而且阿猪 还有一个无时不在的哥哥 在哥哥的帮助下 阿猪变成白龙 一跃升天 涅槃之后的阿猪 借着哥哥的眼睛 变成法力 更加厉害的小龙女 用龙族之眼 俯视着这群愚昧的人类 抓起红眼女 叫她交出自己的眼睛 龙族的眼睛一个妖女 岂然占为己有 一把就把红眼女 丢下水给淹死了 眼看着得罪的龙族 现她老爷是被吓傻了 海参也怀然醒悟 自己错怪了阿猪 吃情之后 绝望之后 她已经是高傲的小龙女 不再是傻傻的阿猪 看完这个故事 不得不让我想起一个段子 说呀 女人哭多了 就算当初爱错人 也会流泪流干 所以一个女人 对你再好 对你再知情 也请善待 等她绝望之后 你高攀不起 美丁不晓定 换那些关注 西瓜坑定 本次为难言 奇幻定 龙无目